华联市公所与日本姐妹室交流密切 为了加强公务人员的日语能力 并提升实质的交流深度 市公所人事室特别开办了日语训练课程 而市长魏佳燕也勉励同仁要拓展国际视野 让华联市国际交流面向能更多元 华联市公所与日本姐妹室交流密切 为了加强公务人员的日语能力 并提升实质交流深度 市公所人事室特别开办日语训练课程 这次总共有25人报名参加相当踊跃 而受客人则是邀请到前公所秘书林仲川担任讲师 从日语的组成特殊发音和五十音等基础 开始进行教学 这次是上我们日语课 那也希望说未来可能有韩语甚至英文 那甚至于西班牙语等等 那也希望说我们同仁能够除了学习更多语言 那未来外宾来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个接待 那我想这个语言学习到的部分 其实以后未来他们也可以做一个运用 市长魏佳燕在日前也出席肯定同仁们积极培养敌尔外语 在拓展国际视野的同时 也让华联市国际交流面向能更多元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